字幕提供 OK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把 Windows Phone 分享到大螢幕上面去 之前是有無線的方式可以用 DLNA去分享你的影片 或照片 有些 App 其實你沒有辦法用 DLNA 的方式去分享 在 Windows Phone 8.1 之後 有一個 Project My Phone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 USB 的方式 就是放映你的手機到 Windows 電腦上面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去下載一個 Project My Phone App 在 Microsoft 的官方網站上面下載得到 安裝好之後 接上 Windows Phone 就可以打開就可以用了 就這麼簡單 非常簡單 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把聲音一起丟出去 就是一起丟到電腦裡面去 那你只需要一個音源的轉接線 就是直接插到你的電腦麥克風 然後再用電腦的麥克風的設定 去麥克風去聆聽這個事 這個裝置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 在使用上其實我自己本身也碰到一些問題 像是 連線之後沒有出現 手機沒有辦法出現一個 就是說要連接的一個顯示視窗 那之後我去網路上找了一個 找答案 Google 了一下之後 發現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裝置管理員裡面 裝置管理員裡面的所有 跟 Windows Phone 有關係的 driver 全部移除 讓它重新再從 Windows Update 上面抓 然後就可以連線 就直接就是讓它再重新拔過 再重新插過 就可以連線進去 對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如果還有其他引問的話 就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相關的下載網址 跟網路介紹的部分 我也會在底下留言 不 底下的 相關的訊息 我也會在底下 的描述裡面 附上 OK 好 那就今天就到這樣子 好 在後面的影片裡面 我還會就是 留一些畫面 我會把它節錄下來 如果你碰到哪些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面看 好 就這樣 掰掰 好 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按個讚 那 還想要看到以後更多訊息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說訂閱 就是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這樣子 好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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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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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